败者时辰可以说是荒谷老师最喜欢的替身能力之一 荒谷老师在设计这个替身能力的时候加了很多的限制条件 原因是如果不加限制的话 败者时辰能力就太够强大了 哈喽大家好呀 欢迎回到百科的厨房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交交最早的震魂曲 吉浪经营的第三能力 败者时辰 败者时辰是吉浪经营在绝望的状态下 为了躲避成太郎的白金之星所诞生的终极能力 杀手皇后是交交中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多重面板的替身角色 败者时辰的替身面板如下 破坏力B 速度B 射程距离A 持续力A 精密度D 成长性A 不同于第二能力枯萎穿行攻击 败者时辰是无法和杀手皇后同时使用的 所以败者时辰更接近于杀手皇后的迷你形态 这里的替身面板指的是败者时辰状态下的基本数值 从分类上败者时辰与枯萎穿行一样 属于远距离自动性替身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远距离自动性替身 不是远距离自动性操作替身 它会根据预先设置的条件自行活动 按照官方设定 败者时辰是将杀手皇后本身变成炸弹后的特殊形态 它只能附身在类似早人这种没有提升能力的普通人身上 如果有人从早人的身上得到了与极量机影相关的信息 败者时辰能力就会瞬间启动 将目标炸死后把时间回溯到一小时前 时间从新开始后命运中原本发生的一切都将被固定 比如摔破的杯子会按照既定的时间破碎 被败者时辰炸死的岸边路板 也会在同一时间再次死去 唯一阻止的方法就是让极量机影主动解除败者时辰的能力 不论是类似岸边路板那样 使用天堂之门阅读早人的记忆 还是像成太阳仗主那样 因为阻止早人自杀 被动看到败者时辰的样貌 都会触发败者时辰的启动条件 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时间倒流的 岸边路板当时第一时间就召唤出了天堂之门 但完全没有攻击到败者时辰 考虑到天堂之门的速度同样是B 可能速度没有败者时辰快所以没有成功 但成太郎的白金之星和仗主的疯狂钻石 可都是隶速双一中的顶配 他们两个一起上竟然还是打空了 仔细分析后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一旦满足败者时辰的发动条件 败者时辰就会进入无法触摸的幽灵状态 虽然看似存在却无法触摸 所以哪怕是白金之星也无法阻止 另一种可能就是败者时辰条件满足后的优先级 超越了时间的概念 成太郎可是资深的提升使者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把时间暂停 在静止的时间中结束战斗 如果当时白金之星已经按下了暂停点 可还是无法阻止时间的造调 那就说明败者时辰条件满足后的优先级 超越了时间的概念 这是连黄金田镇魂曲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的话 那么败者时辰能力优先级 应该是佼佼中前六部所有提升中的No.1了 那么他是否没有任何缺点的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黄邦老师为了平衡 给败者时辰加了很多的限制条件 其中的一条就是时间倒流后 只有携带者可以保留回溯前的记忆 哪怕是吉良吉影这个本体也不例外 吉良吉影虽然知道自己在早人的身上 设置了败者时辰 也能判断出现在的时间 可能已经是第N轮的循环了 但他依然无法确定循环是否已经成功 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时间结束循环 另外还有一条 就是败者时辰附身后会优先保护载体 在这个阶段 败者时辰某种意义上 可以看作是早人的提升能力 通过阻止吉良吉影和早人的自杀 我们可以判断 在没有启动时间回溯前 败者时辰是存在实体的 也就是说他可以被攻击到 我们假设了 假设早人碰到了某个大聪明 然后大聪明不问三七二十一 把败者时辰给KO了 由于替身的消失 作为本体的吉良吉影也会死亡 时间倒流的命运也会被强行中止 这种概率虽然很小 但还是可能发生的 毕竟吉良吉影不可能随时都跟在早人的身边 因为岸边路板 如果对吉良吉影使用天堂之门的话 是不会触发败者时辰的使用条件的 与杀手皇后的第一能力类似 败者时辰启动模式 也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 被动模式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把败者时辰设置在普通人的身上 然后吉良吉影把自己的所有信息都告诉对方 之后如果有人从载体身上获得了吉良吉影的情报 败者时辰就会瞬间将目标炸死后 把时间倒流 第二种模式同样是把败者时辰设置在普通人的身上 当吉良吉影的绝望感达到灵界点时 按下开关同样可以让时间倒流 和模式一不同的是 第二种情况下 吉良吉影可能会保留时间回溯前的记忆 这种情况更接近于时间穿越 成太郎等人并不会被炸死 只有吉良吉影回到了过去 用模式二也可以勉强解释早人哥的复活 当时的早人已经察觉到了吉良吉影的真相 吉良吉影将之变成败者身上的载体后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触发了启动条件 时间倒流后早人复活 吉良吉影也保留了败者时辰的所有信息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败者时辰是否可以附身在死者的身上 这里面设定自己没有说 不过比起精神暴走 我还是更倾向于这种方式的时间回溯 我觉得要更加合理一些 综合来说 败者时辰能力毫无疑问是镇魂曲一级 但它要比黄金田镇魂曲更加的完美 这里的完美并不是说它比黄振强 而是它的能力要更加苛刻 比如只能附身在普通人身上 附身后自己又失去了替身能力 时间倒流后无法保留记忆等等 如果由自己启动 必须要陷入绝翁状态的临界点才可以 这些条件都制约了败者时辰的无敌 也让替身之间的战斗更加好看 最后的一个问题 就是吉良吉影一共被替身之间射中了几次 我个人倾向于试三次 因为吉良吉影的三个替身面板实在太特殊了 杀手皇后枯萎穿心 败者时辰 其他替身那种衍生能力有着质的区别 不过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三连可以觉醒败者时辰